本案件物是由早期宿舍設計制特色,但回省過多,以失去保存條件。 判以情形五,本案件物是否佔用菊光段四小段六九二第一號私有土地,後續警察局辦監接作業。 六,本案文化資產價值評估報告,相附件五第十二至十八頁。 這是五十八年的地形圖。 地幾圖,那中路圖地為萬華局主方段四小段六九一、六九一之一、六九二第一號。 那這是現況圖,有正面還有一部內部跟側後方套到後樓台。 還有中央外路樓梯、二樓的外觀,除了二層樓以外還有一間小隔樓,還有二樓的內部。 二樓的門扇、門樑、還有窗戶。 文化資產評估報告,基本資料。 地址,臺北市萬華局商人街79號。 梭羅第一號集建號,為臺北市萬華局主方段四小段六九一、六九一至一、六九二第一號。 建物無建號登記。 建築規模,專造二層建築。 建築完成年代為民火五十六年。 土地十二層為臺北市私人。 還有建物管移基關為臺北市政府警察局。 那私有權人的保存意願,為雙人機次轉換外觀去所知,歷史也不悠久。 況且已是占用第四人土地,故不贊成列入土地。 價值分析,本局於107年7月16日辦理文化資產價值審查專案小組會堪。 讀書委員評估該建物委本市在五零年代的第一批整間住宅,且保存完整,認為具文化資產價值。 三,未來保存管理維護。 一,現行文化資產保存法推定,文化資產應由所有權人管理人使用人管理維護。 未來保存管理維護,建議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上委員說明。 四,登入範圍制影響評估,建物目前閒置中,管理機關台北市政府警察局,原預定拆除。 登入文化資產後,後續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辦理後,辦理收付再利用市。 你辦,你請同意登入萬華區雙元街719號為歷史建築,名稱為雙元街719號,種類宅地。 地址為臺北市萬華區雙元街719號,歷史建築及所定座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定號, 歷史建築本體為雙元街719號建築本體,建物5000號登記,建物座落土地為萬華區主廣告四小端691,該比土地面積172平方公尺, 691-1該比土地面積為4平方公尺,692-1號該比土地面積為32平方公尺,共3比土地,實際保存面積須以保存範圍實測數據為準。 登入理由及其法令依據,1本建物為50年代第一批整建住宅,且為警察局眷屬宿舍, 去保存教完整者,為公教整建住宅流程之象徵,具建政都市發展之歷史價值。 2平面格局具特色等單元4戶,上下各2戶,各有獨立門戶進出, 2樓以外路T字形樓梯進出,空間布局合理,2樓後陽台花磚與林板,山牆大致保留完原貌,具保存價值。 3符合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入廢尺審查基礎,補助辦法第2、3款登入基準。 2本案提琴本審議會審議,並依審議決議辦理後續。 以上。 這邊有一位私立組陳國榮先生,要對自己表演。 OK,我是從小在那邊出生長大,就剛好在那邊隔壁,那我第一個, 當然不是完全的反對說改成,改為補擊這件事情,評估成補擊。 那我是一個比較大的質疑,就是說,因為我們正對面是整片的, 非常完整的一個建築物,建築的狀態。 包括就是那一批建築的隔壁呢,也有之前的警察長, 完整的非常完整的建築空間。 那我是不太清楚,就是說為什麼不保留那些地方, 只因為說他現在已經有要做都更的計畫。 那我剛剛如果沒有聽錯在外面,應該是在座有一些委員, 或是教授有提到修說,有些地方呢,已經還沒拆除之前, 但是有重新評估之後,覺得這個地方是可以需要保留的。 所以他們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在保留。 那當然我這邊來講,我對古蹟的評論,我沒有太大的經驗, 也沒有太大的權利去說什麼。 但是我第一個質疑就是說,對面,因為我從小在那邊長大, 那也在那邊出生,那我所有的同學, 有些警察卑卑的子女都住在那邊, 那我們從小都會去對面那整個區域去玩。 那據我了解,我會常常回去, 那整個區域都保存了非常的完整。 那包括隔壁有一個非常完整的整棟, 就是接近日式建築的東西。 那我不懂為什麼就是說, 只是他們會有利益的, 有目前可以有些商業價值, 然後可以很完整的程度拆除掉, 重新建新的東西。 然後偏偏要保留一個我們隔壁的小空間。 而且這個小空間,當初也是我父親跟坦白講, 因為當初那個年代大家都跟警察的關係非常好, 我們有些部分也讓他們做一些使用。 那我是不懂為什麼要保留一個那樣的非常小的空間, 完全歧視老實講,沒有太大的一個價值的東西。 然後你可失掉我們, 可能一般我們這邊從小, 有一些整片的一個很完整的警察宿舍。 所以這個東西我是個人不太懂。 所以當然今天來我也是希望能夠了解一下, 你們評估的一個想法, 跟一個態度是怎麼樣。 謝謝。 這要不要解答。 我來說沒有了。 這部建築, 就算他檢查宿舍, 有一大部分是檢查宿舍。 建築院有一大批的是屬於台北市, 早期的第一批的整片屬宅。 那我們現在常常要講市民宿宅, 或者是低收入的宿宅, 或者國民宿宅等等。 這個是在台灣建築史, 就是都市發展史。 也就是台灣的第一大戰史, 最重要的一個企業。 這個地方我們建議它保佑團, 因為它對所有的危害是最低的, 因為它正好在一個接口, 一個專交口。 這棟房子也是一個相當完整, 它一個從中間一個樓梯上去, 上面兩戶、底下兩戶就四戶, 各有各的出口。 它的採觀通風等等等等, 狀況都在台北市, 都比現在的人甚至一般的公民住宅。 還有講究, 連廚房連廁所都有關線。 就是說這個可以代表我們在40年代到50年代, 當時對於都市發展的一個重視。 所以我們建議把這個變成一個市民, 變成一個國務館, 來展現我們市民發展, 在台北市市民住宅, 並發展的歷史一個國。 當然會牽涉到你們市人的影響, 那個第一話它是共用的, 那我一直質疑就是, 我們可以做一些見解, 拿出目視視人, 會不會我會愛你, 那那個只有30幾個拿出目視, 市場面積多大, 那當然如果說你們原來年附近同一方使用, 當然我們可以再協調, 這部分我們就做了, 我們沒有說它使用, 只是因為那時候它使用之後, 我們當然, 所以我們來見解, 見解到底這個部分。 對,那我可不可以請教一下, 就是說如果是你們希望說, 保存那個時候的東西, 然後讓大家坦白講一件事情, 我相信我怕你有沒有去過現場, 那如果是這樣的狀態裡面, 為什麼我們不保存對面, 整個非常完整的整個架構, 然後甚至讓我們可以, 因為我老實講, 我也很喜歡看台灣的台北市, 台北市裡面有規劃很多古蹟的地方, 那我覺得這個地方, 不要說影響到我們的權利啦, 平衡性這樣, 我說其實我們如果是拿保存, 而且台北市這樣, 我希望能夠做到, 讓我們看到當時的一個圓化, 整個一個居住的架構, 那目前為什麼不保存對面的部分, 如果說你對面的部分也保存, 那我們這邊你也覺得必須要做一些保存, 那我當然覺得這個, 在我聽起來比較reliable, 就是比較合理一點, 那你覺得說, 對面他有商業價值, 所以他就是可以把它拆到重蓋, 那只是因為這樣, 你就是, 我就是要留的東西, 對我來講, 我覺得平常心裡講, 你很難說服我啦, 因為我覺得說, 其實如果說我們台北市政府, 是要保留一些, 我覺得很有歷史文化意義的東西, 我相信我們市長一直, 他強調這一點, 他覺得要非常rational的, 不願意做這一點, 他應該是, 希望那整個過程, 整個大船, 其實都保留住, 因為對面是整個非常大的一片, 而且非常的完整, 包括隔壁有一個非常完整的建築, 所以我是不懂, 這個是, 我是沒有辦法說服我說, 好, 謝謝陳先生, 那個, 第一個, 那個發言時間已經超過太多了, 這是第一次想要, 但是您剛剛講的, 我再跟您補充一下, 這一件會提到文字大會的審議, 是因為, 警察局要報廢, 這一棟房子要拆除, 那依照文資法第十五條, 它超過了五十年, 工有建築超過五十年, 必須進行文化資產價值的評估, 然後才到了這個文字會, 那您說的其他地方, 然後未來他如果要處分成, 一樣要執負同樣的程序, 那以上簡單跟您報告, 跟那個主席來委員報告, 其實這個跟陸銀行剛剛很一樣, 他有五個委員區, 以陸銀行來少, 他有四個委員是贊成, 一個是反對保留, 以前老老實, 今天沒來, 那麼可能也要請主理看看, 因為以後這個案子, 實在不是以致決議的, 大概其實原則上都要請主動, 那剛剛說的是對面跟隔壁嗎? 對面跟隔壁很簡單, 那個有一些可能還是私產, 私產的處理辦法, 其實我們這一次有反映到, 9月1號的文資大會, 其實我們大概處理私產有的經驗, 會更激烈, 絕對比工產會更激烈, 那私產其實我們也覺得有一點阿彩, 因為憲法裡面還是要保障所有財產權, 那也請委員跟中央講一講, 我們有在這一次的15條裡面, 有像中央的, 私產的部分特別要處理, 是不是還要尊重所有權的意願, 會比警察局的處理更好? 他剛剛講到對面的更多的私產, 可以舉報啊, 你現在可以當提報人, 我們明天就去看, 重點他是私產, 因為他現場他有去看對面, 重點是實際的去看, 我意思是說, 應該把這個機會告訴他, 因為我剛剛跟他講的意思, 這是一個很好的機制, 就是說他也願意配合, 但是他的理想比我們還大, 就是他願意配合, 沒有問題啦, 但我們也可以去問一下, 現在對面的所有權利有沒有保障, 意思就是說待會我們可能跟他講, 就是說他的管道是怎麼樣, 如果說他也可以扭報的話, 他也可以進入國會, 他想大家的理想就變得很好的, 對,但是工產的50年是一定要經過的, 有法律規定的, 工產不用扭報, 他必須要出貨, 但是大家如果是私產, 那也許我們如果管道一個機制, 讓我們知道, 我們一定會有機會, 然後就把你剛才的講法, 都不夠大任性, 一定來, 我們所謂的這個歷史建築, 或者是歷史建築, 或者是我們喜歡一般的紀念建築, 他跟古蹟, 古蹟是指定的, 歷史建築或者是指定的, 他是用登陸的, 所謂登陸是從你們願意來保護, 可以, 但是私產大不了, 那工有的話, 我們因為有50年的建築, 所以我們可以多多去挑選, 其次呢, 我們要保存古蹟, 並不是說, 保存有的度是重點的, 不要重點, 我們並沒有, 你如果常加都更, 你如果都更很好, 但是我們有象徵性的, 像最高階的, 它有象徵性的一位, 那就夠了, 並不是整區的保存, 我們只是保存這個歷史, 我們要把歷史原原本的, 把整個區保存到, 它也是都不要發展, 所以我們還是有爭取, 但在盡可能範圍, 我們用少數的能夠代表, 當年那個歷史的背景, 大概就不夠了, 你低伏會要做, 能不能夠保存, 那何況這些, 剛才覺得, 不許再講過, 這個是私有財產, 私有財產, 除非他願意, 像你們連這瓶小塊, 你都不願意的話, 那我們更還能, 那很大的, 所以我覺得, 能夠保存一小部分, 可是有代表一整個區域, 發展歷史, 這種目的, 就可以拿到, 做了熟悉, 好, 那我們回到這個案子, 各位委員, 對這個案子, 沒有意見, 沒有意見的話, 我們就補一補過, 好不好, 我們下班, 謝謝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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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,